第六百五十六章 武学殿 丹河灌顶所造成的轰动也终于是在林栋的出现下逐渐的散去 丹河周围那些众多的弟子也是抱着各种感叹的情绪离开 他们都很清楚 从此以后恐怕所有道东的弟子都会知道 荒典出了一个叫做林栋的神奇西人弟子 丹河之下坚持十一天 这个近乎恐怖的成绩几乎傲视了这一届所有的年轻以北之人 而在轰动散去 众人即将离开时 又是另外一道消息引得众人错愕 林栋向荒殿四大亲传弟子之一的讲号发出了挑战 消息传出时不少人嘴巴都是忍不住的裂开 虽说在收到一些消息后 他们也明白 林栋此举已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依然是忍不住的在心中一番感叹 这叫做林栋的新弟子还真是不甘寂寞呀 这种平常难得遇见的事情 却是被他接二连三地做出来 道宗之中不乏各种天才 但却极少会有这种才在刚刚进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便是将各殿七春大弟子发出挑战的事情出现 因为谁都清楚 那之间有着多么庞大的差距 所有的弟子都很清楚讲号的实力 七元涅槃境 就算是放眼四殿 那也是相当优秀的存在 而林栋即便是先前成功地度过了涅槃节 那也不过只是五元涅槃境 不过众人虽然清楚两者之间的差距 但奇异的是 却并没有对此说出不知天高地厚的嘲讽之言 之前林栋所创造出来的成绩 足以让得所有的道宗弟子 对于作为新入弟子收起一些的轻视 所以不敢肯定 这个创造了一个奇迹的新人 是否还能够经这种奇迹延续下去 五天后 倒是有好戏看了 众多弟子在面面相去后 心中皆是这般想着 而后心同涌上一抹期待 他们同样很想看看 林栋在面对着这蒋浩这等老牌青春大弟子时 能否再度有所惊人的表现 另外 所有人都很清楚 如果林栋真的成功地在与蒋浩的鄙视中不落下风 那他便是能够成为道宗有史以来 以最快速度被提升为青春大弟子的人 一念到此 众人心头羡慕的时候 也是对着那五天之后的鄙视越发的期盼了 第二天 林栋推门而出 阳公从天空上清醒而下 照耀在身上 显得暖洋洋的 格外的舒适 他的双眼微微须眯了一下 而后睁开 望着这仙境般的云雾萦绕 唇角也是忍不住的掀起一抹糊涂 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因为是青春弟子 林栋的居住之地 倒是要比莫灵他们更为的幽静 而且按照荒店的规矩 每天的这个时候 只要不是青春弟子 其余的人都需要集合在丹河台上 进行着每日必修的修炼 所以 如今这座山峰上 倒是显得颇为的清净 呵呵 休息好了 而在林栋享受着 这等难得清闲的时间的时候 依照熟悉的笑声却是突然的传来 林栋偏过头 只见的吴浩正站在不远处 笑眯眯地将他们给盯着 林栋笑笑 然后冲着吴岛拱手行了一个礼 你这小子 这次倒是让我惊喜不小 十一天 这个成绩比当年的周通师兄还要强 吴岛缓步走上 目光停留在林栋那张年轻的脸庞上 轻叹了一声有些复杂的道 周通 林栋眼睛轻眨 如今他也是知晓 这位周通师兄 便是那位江大黄无精参舞成功 并且最后还只身一人杀上云门 连斩对方三大长老的绝世猛人 不过你也别得意 我知道你这小子秘密不小 此次丹河之底 必然也是动用了什么手段 而当年周通师兄 可是完完全全的 凭借着自身之力支撑下来的 吴道道 有时候手段多也是实力 林栋摊了摊手 他向来是实用主义者 只要有用 管他是什么东西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况且他能够拥有着这些手段 也并不是平白而来 为了获得这些 他同样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代价 当然虽然这般说 但林栋心中也是忍不住的 对那位周通前辈 心生一些敬畏之意 不愧是敢独自一个人 杀上圆门的狠角色呀 呵呵呵 你这小子就是狡猾 吴道笑了一声 对林栋的话也是并没有反驳 略走陈吟 道 你此次向蒋浩提出挑战的事儿 有点鲁莽了 蒋浩的实力不是同川隔壁 我想要参悟大黄无精 四位师兄那一关 总归是避免不了的 林栋有点无奈地笑道 以你的能力 只要在荒殿潜修半年 到时候绝不会有人 反对你进入青春大地子了 吴道说了一句 玄机又是摇摇头 道 现在说这个也是没有用 你也不是鲁莽这人 既然敢这么说 想来应该也是有着一些把握 走吧 我带你前往荒殿武学殿 身为荒殿的弟子 总归是要熟悉荒殿的武学 话音落下 吴道也是不再拖延 身性一动 便是对着远处踏空而去 林栋尽状 也是迅速地跟了上去 荒殿极其地辽阔 数十座飓直插云霄 云雾萦绕 犹如仙境 而在那一些山峰上 还隐约间有着炼物之声传出 蓬勃之气 弥漫着天空 在吴道的带领下 两人在飞行了大约十数分钟后 终于是在靠近荒殿中心的 一座飓风之声落下 在那山顶处能够见到一座巨大的古老石塔 石塔的周围遍布着青石 碎石堆积而成的石路延伸而出 通往山峰的各处 而此时这里也是有着不少荒殿弟子来往 这些弟子在见到落下来的吴道两人时 皆是连忙的行礼 旋即一道道奇特的目光看向灵洞 现在的后者 依然也是荒殿的名人了 吴道冲着那些弟子微微点头 而后便是目不斜视的 带着灵洞静止走向那座古老石塔 而随着走近 灵洞方才能够觉察到 眼前石塔的庞大灰弘 虽说岁月在其上面 留下了斑驳的痕迹 但却反而令得那种沧桑之气 越发的浓郁 那种沧桑 象征着一个宗派的底蕴 以及传承 灵洞望着眼前的石塔 双眼中掠过一抹热切 对于这种超级宗派的武学 他显然也是极为的好奇 灵洞的视线从石塔上转移而下 然后看向了石门处 玄机目光微宁 在那石门处 一位身着灰袍的老人 手持扫帚 轻轻惊扫着地面上的枯叶 老人的面旁极为的苍老 皱纹如沟裙 而且他的双目呈现一种灰白之色 并无瞳孔 看上去竟是双目失明 不过就是这位眼瞎老人 确实让得灵洞泥满宫内的精神力 奄奄有些颤动 这种迹象 可是灵洞这些年首次所遇 但最令得灵洞惊异的是 他的这位瞎眼的老人身上 却是觉察不到丝毫的原理波动 无道显然也是注意到了灵洞的目光 不过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走上前去 对着那位瞎眼老人微微弯身 而后者却并没有反应 依然是专注者清扫着枯叶 我便将你带到此处 武学殿中武学如海 要选择什么 还是得看你自己的机缘 我也给不了什么太大的建议 无道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转过头对着灵洞说道 不过不管你修炼什么武学 但确实要记住 莫要将我荒店的精髓所依气 武道双手赋于身后 道 灵洞微微一正 沉默了一会儿 轻声道 荒进 在与同传交手的时候 他曾经觉察到过 那种特殊的力量 如果不是他拥有了村室祖福的话 必然会在那种力量之下吃大亏 对于灵洞这种反应 武道显然也是极为的满意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说道 武学殿中有一座荒石 所有荒店弟子都是在那里 获得了荒进 这股力量会令得你的武学威力 更为强横 知道了 文言临动微微点头 对于那所谓的荒进 他同样是很有兴趣 进去吧 无道挥了挥手 临动文言也就不再迟疑 对着无道微微弯身 迈不上钱 而在路过那位瞎眼老人的身旁时 他犹豫了一下 也是弯身行了一个礼 这才走入石塔之中 无道望着灵洞逐渐消失的身影 清脱了一口气 目光看向那位瞎眼老人 轻声道 他就是那位在丹河灌顶时 成绩比周通师兄更强的小家伙 瞎眼老人始终未曾停歇过的扫索 终于是在此刻停了一瞬 当年周通师兄 仅仅在荒食前 静坐三天 便是获得荒剑 也不知道灵洞此次 能够有着什么的表现 他或许是荒定百年来 最有希望参悟大黄乌精的弟子 师兄若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稍加关注 无道看向瞎眼老人 低声说道 老人沉默了一阵 没有说话 只是缓缓地收起扫帚 迈着慢吞吞的步伐 走入石塔 无道见状 也是暗自地轻松了一口气 看着架势 似乎老人 也是对灵洞 有着不小兴趣 小家伙 获得荒剑 是参悟大黄乌精的第一步 若是连这一步都是过不了 大黄乌精 恐怕就得与你无缘了 无道抬头望着塔内 旋起轻声喃喃